我們今天所在的自來水園區 它是1907年,離現在超過110年 它是我們台北第一個自來水供應系統 所以這是台北成為一個現代化城市的里程編 過去這裡曾經是軍事管制區 在解緣以後,我們台北自來水處在努力之下 把這個變成一個博物館 它本來是一個自來水事業的遺材 慢慢變成我們台北市的文化資產 我們台北市市長一直在推無城牆博物館 沒有圍牆的博物館 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城南博物館區 這個地方是自來水園區 其實後面還有保障岩 還有這個心電器的水 附近包括我們還有一個客家文化園區 貴名就是我們台大、公館、溫和町 其實溫和町那個日式建築 最近才找臺灣大學校長 我們有一個計畫來處理整個溫和町的整區的規劃 還包括佳和新村、巨州安等等 事實上就在前上個禮拜我們要辦那個杜鑑花節 其實我上任到現在杜鑑花已經中了四十萬顆 這也沒辦法就每年中一個、中一個、慢慢中 本來就希望說 因為杜鑑花也是台大的笑話、又是台北市的實話 希望把這個城南地區變成一個沒有城牆的博物館 今天有這個影片是大概差不多一年前 我們來寶藏也看 我們從自來水園區走過去 我就看到 以前我都沒有看過 我不曉得這裡面有古蹟 剛才在講說那些儲水池 這個都一百多年前了 我就跟我們自來水處長說 這些台北要成為一個文明城市 它不僅在最現代化的建築 更重要的是要文化的底蘊、底層 這些一百多年的東西就這樣擺在那裡 如果能夠把它整理出來 讓大家來瞭解說 過去這100年當中台北市的自來水是怎麼發展的 還有留下這些古蹟 所以它不僅是要一個古蹟的保存 更重要的是一個文化的這種無形文化的產市 非常感謝這個公司 跟我們台北市自來水處的合作 拍了這影片 我想陸陸續續是這樣 每年有錢就拍一些拍一些 所以今天講的不僅是我們公館的這個自來水園區 一個是草山水稻 目前我們台北市的自來水 97.5%是從這裡供應 從那個翡翠水庫 另外2.5%就是現在還在用 一百年前留下來現在在用草山水稻 大概是台北市的自來水分不是這樣 剛才李教授在問說 柳公俊 我跟你報告 我抽了8000萬 我們那個新生南路那個台大圍牆要拆掉 拆掉 把那柳公俊 就互刻出來 希望又從這個新生南路到我們整個台大那個操場 圍牆拿掉一整片 其實這個獨棟李教授講的 我們台北要成為一個文明的城市 不僅在硬體建設 城市美學的確是大問題 漂亮的東西只有更漂亮 沒有最漂亮的 所以我們的確也在思考說 從我們這個城南地區種了40萬顆毒菌 我們把台大新生南路的圍牆拆掉 然後整個打通 那個柳公俊的那個 古代柳公俊要重新給他做出來 所以我們來一步一步的做 所以的確我們台北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城市 國際化城市、無平城市 的確我們還有很多要努力 那今天算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小小的里程碑 來跟大家講說 100年前台北市的自來水是怎麼開始的 好,謝謝大家